他在出到了洋言之后 又买了这个蓝盾的两件套 然后剩下钱又不够和蓝盾的情况下 他又选择了再一次的称护甲 出了一个锁子甲 老干爹这边又是拿了一条小龙 他家里人不知道 你好臭 因为现在老干爹这边的装备太好了 就是可以无视你这个龙女和蜘蛛 直接去切你的后排 八条这个装备上去就是轻轻松松 就可以秒掉的 然后飞机这边也是没有太好的输出点 现在这个EZ果然是个副帅 你看6-0-7还没死过 对 260个补刀 老干爹这边真的是 咱们今天适合EZ不适合发条 对我也觉得 EC都是非常风生水起 对 EZ这盘也是很小心 这么大的优势情况下 他出了一个水银携带 还稳住吗 对他为了防止这个最主要的防蜘蛛的翼 现在EZ也是身上红蓝药都吃了起来 看来这一波是真的想跟你打一波了 蜘蛛这边 已经没有了E的情况下 看来是要被这个EZ活活追死的节奏 中路鳄鱼在1打2 直接闪现 就为了送塔连闪现都交 但是最终还是要被安妮摸到 好 这个塔白送了 只能争取时间了 在这里跳个舞 要不要 盲僧这边也是太大方了吧 直接给大招 对啊 这个摆明了 你怎么逃都逃不了了 对啊 这个大招其实不用踢的 其实不是了 他已经真的不在乎大不大招了 对 这会儿鳄鱼一个人 一个人逃走了吗 但是关键时刻 安妮来得太及时了 哇 安妮直接来了 而且是鳄鱼逃走了 这个太感人了 一个小红帽 居然去救一个像郎外婆一样的家伙 你们要这么搞笑吗 安妮是要拿双伤吗 不是 那这一波的话 飞机和老牛挂掉之后 基本上 基本上现在是一波了 对 没有什么机会了 哇 这个发条直接就不见了 那这一盘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提前去恭喜一下老甘迪 是 昨天在被 19-6 YG洗了两盘之后 他们并没有就是因为昨天的这个失利 而把昨天那种消极的状态带回来 而且这一场的话 我们的这个中单 老甘迪的中路瑞文真的是打得很棒 给力哟 过得不给赞 对 好 那么这边是 恭喜老甘迪 说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